明和國中上主語課程 老師除了教授外 重點則放在學生能自己熟悉 並流利的說主語 能說能寫能聽 是學生學習主語的必經過程 也讓學生在校時期 主語的能力突飛猛驚 因為考試嘛 所以校長主任就會比較 就是給我們練習 加強練習 也比較那個認真上課 所以主語進步最快的階段 你認為是在國中 對 上課啊 都認真聽啊 然後考試就不會說太難 中級的那個 目的認證 然後95分啊 明和國中學生有九成以上 都是布農族 本身就是布農族的校長全正文 相當重視族語的文化傳承 因為學生大多屬於卡社及籃社 因此也聘任卡社及籃社 共四位的族語教師 輪流教導學生 我們請了軟群的兩位 卡群的兩位 有四位老師 分四個班級來教學 效果是蠻不錯的 明和國中不僅教學足語不馬虎 還鼓勵學生在畢業前 取得中級以上認證 等到升上高中之後 學生就可以專心在學業 不必在位取得認證而分心 也就是讓他到高中之前 把中級的認證考過之後 到了高中 他不用再煩惱 他還要參加這個足語認證考試 對那個時候準備升學考試 對他們是一個很困難的 明和國中近幾年來 學生每次參加布農族語認證通過率 都有進步 今年更高達九成五 學校要學生學會足語外 也希望學習足語不成為 學生升學的負擔 記者NO 南投心意 超榜報導